每一次的绿色支付都是我们爱的付出 我是许卫舟 无限金就现在 我支持88无限金日 留言分享你的无限金生活趣事 小编会抽出十位幸运儿 送出这份大奖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想先请您展示一下自己的钱包 可以啊 其实我钱包里面也都是 你看都是零钱 然后会有我的几个 有段卡啊 然后 那这是学证 还有 价格 然后 其实 现金也不多 我觉得现在因为平时 就是我钱包的基本都是一些证件 看样子 您也和大家一样都加入到 无限金生活的行列中来了 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无限金支付的来临呢 有一次啊 我去鼓楼 然后呢 我是去 也是去旅游嘛 逛街 然后买那个糖葫芦吃 然后 买完那个糖葫芦呢 我发现没带 没带现金 然后也没有零钱 然后我说怎么办 这怎么付钱 周围 我也是一个人 也没有朋友在身边 然后那个老板就说 扫扫 来这个二维码 你扫一下 我说哇 这么这么显 你这么高科技啊 对 他说是 现在因为与时俱进嘛 这个无限金生活 然后手机支付 微信支付 特别方便 大家都用这个 所以我在当时觉得 无限金 然后这个生活 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好 无限金生活对您来说是现在进行时 还是将来时需要等待吗 我觉得无限金生活对我来说就是现在进行时 然后不需要等待 无限金支付现在越来越普及 它的用户也已经从之前的年轻人专属慢慢扩散开来 那么您觉得移动支付它代表了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其实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说绿色生活低碳生活 我觉得无限金支付呢就是一种绿色 那您现在使用无限金支付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我觉得其实用了最多的是发红包网 因为像现在的过年呀过节呀 以前大家的印象当中发红包就是一个 一个纸的红包 然后呢是长辈给小孩 但现在发红包呢 其实大家都会用到手机上的微信的红包啊 然后手机的这种支付 所以我觉得现在特别方便 然后呢也是大家促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好 感谢许位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白猪们赶紧跟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